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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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今天要為各位做金幣分析這張卡牌是 隨屬性的神族 大智在天思伯 大智在天思伯 隊長技能 隊伍當中只有神或妖成員 是全隊攻擊力4倍 注意到神或妖 沒有限屬性 然後轉租時間 再來就外加1秒 那如果雙隊長 就是446還有加2秒 轉租時間是蠻長的7秒轉租 會帶16倍 但是如果你消除神族或妖族符石時 全隊攻擊力額外再提升1.5倍 就4成4成1.5成1.5 就36倍 36倍 倍率看起來還好 但其實它是有原因的 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隊伍技能 每回合轉租觸碰的手武力符石 會變成神族強化符石 種族強化符石 增傷幅度約為2.5倍 約為2.5倍 所以假設我們有消到 種族強化符石 36再乘2.5左右 大概90倍了 欸 唉唷 但是只有5顆 所以要注意一下 不要想說倍率怎麼那麼高 但它還有一個 隊伍技能 與神族符石種類相同符石 兼具50%水符石效果 所以 我們只要出了水以外 就是 火 木 光 暗 星 它只要是 神族符石你消下去的時候 它就兼具50%的水符石效果 齁 兼具50%的水符石效果 呃 這一個轉珠的話 你可能要控制一下你的珠子 控制一下你的珠子 能夠轉到 除了水珠以外的話 都 能夠 讓它變成神族強化符石 那它就有兼具效果 那這個被 這個傷害才會上來 懂我意思嗎 你這個傷害讓它上來 就是 你要轉著珠子 因為它收武力會變成神族強化嘛 所以那收武力 你要讓它變成 除了水珠以外 讓它變成那個 神族強化符石的時候 它就可以兼具50%水符石的效果 那這樣倍率 傷害 才會上來 那每消除 一粒神族符石 還可以減少 10%所受傷害 最多可以減少50% 啊 當然了 廢廢 好也不能講廢廢啦 我本來講廢話 但是其實仔細想好像也不算是 因為收武力符石它會變成神族強化符石 沒有錯 可是我們可以用技能去做減傷 所以它會做這個技能的限定 是這樣來講 懂我意思嗎 它是故意的 那方向條件很簡單 頭尾雙隊長都識破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很簡單 然後 最後一個是它的主動技 混沌再生 CD6 把黑白符石變回原來的色調 這個非常方便 尤其像我有時候黑白符石 看的蠻頭痛的 我覺得這個是多出來的 多出來的 另外的部分 點選兩次行符石 並引爆 掉落 水 神族強化水符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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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喔 它是只有掉水 所以它沒有說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我就變 那個 例如說 我剛剛有講嘛 它沒有屬性的限制嘛 但是你掉下來只有 那個 神族水強化符石喔 所以 如果你用雜射隊來講 並沒有很方便啦 所以我個人建議 可能還是用 純射隊 它這個主動技能 會比較好用 會比較好用 喔不管是哪一種 例如說放7啦 喔兩隻牌就直接 2C變21C的玩法 喔 所以這張卡牌我還蠻喜歡 它的主動技的部分 喔 那那個 兼具的部分 可能要試一下傷害啦 因為我們沒有 沒有試過 看起來好像還蠻不錯 可是傷害還是要試一下 我個人會比較建議 那複製人的部分的話 我個人是看這 因為你如果要複製 通常是看主動技啦 複製的話 我就覺得沒有很必要 因為它這個都是 一回合的 的 你不會 Oil 沒有 我可以 整理一下 鞋